學一門語言最難的地方就是如何產出自己所學的知識 所以呢口說跟寫作總是會讓很多日文學習者感到困擾 加上如果你平常沒有在使用那個語言的話 那口說跟寫作更是難上加難 這集我想要跟大家分享我以前在學習日文的時候 用的四個提升日文寫作能力的技巧 那這四個技巧都是對日文學習非常有用 所以一定要看到最後唷 第一個聽寫 為什麼聽寫可以幫助你提升你的寫作技巧呢 我們在聽一段內容的時候啊 你常常會覺得說我明明就聽得懂 可是真的要你寫出來的時候 你會發現你沒有辦法百分之百的寫出同樣你剛剛聽到的內容 那是因為聽寫的過程其實就是腦子裡面在重新組織語言的過程 所以當你還不是很熟你學習的語言 或者是你不熟悉那個語言的文法結構的時候呢 你很難去聽寫出一段正確的句子 但是好在我們的腦子可以被訓練成記住任何事情 聽寫也是一樣 一開始你在練習聽寫的時候 你很可能會因為沒有辦法聽出完整的句子 而感受到挫折或是絕望 但是沒關係你第一次聽錯的話你就再聽一次 然後對照原本聽的內容去看看自己是哪裡錯了 如果是單字聽不懂而沒有辦法寫出來的話 那你就去查那個單字 查了單字之後呢寫出它的意思做筆記的話 那下次你就不會錯了 那如果是文法上你聽不懂這個文法 或是你沒有學過這個文法 或是你對這個文法的使用不太清楚的話 也很容易造成你聽不懂內容 那這個時候呢就是把你聽不懂那個文法去查文法書 然後去看一下這個文法 或是這個冠軍用語在句子裡面是怎麼樣的使用 它跟什麼樣的詞 比如說形容詞、名詞或是動詞 怎麼樣去接續的 那你也是學起來之後呢 下次聽就不會聽不懂囉 就是這樣聽錯重聽再聽一次 就這樣繁複的練習之後呢 我相信你對那個語言的結構一定是有掌握的 這樣子練習下去的話 那你協作能力自然也會進步喔 那要用什麼工具來練習聽寫呢 我個人是覺得如果你是初學者的話 你可以上日本的NHK的網站上 找那個音音新聞 那因為是新聞所以他講的一定都是時事問題 那如果你有聽聞有內容的話 你起碼可以按照現在的時事去推測說這個內容在講什麼 然後也可以順便學一下時事的單字 那再來就是NHK的新聞 它在下面有文字稿 雖然說不是逐字稿 但是它一樣可以幫助你去理解新聞的內容 再加上影音新聞它通常都是非常短的新聞 大概一分鐘 光是練習一分鐘就會耗費你很多時間 所以大概一次就是練這一分鐘的內容 就是足夠的練習量 然後你就是一樣聽到的內容抄寫 然後去對照文字稿看看有哪裡不一樣 然後有錯的地方一樣是自己去查字典或文法書 就這樣寫下你自己的聽寫筆記 那自然而然你的作文能力也會提升喔 第二個是做家具筆記 想要提升日文寫作技巧的另外一個方法 就是閱讀原文書籍 那一開始我建議你可以閱讀那些有被翻成中文的書籍 像是小說啊 日本很多小說都有被翻成中文 那你就去找一本你喜歡的類別的小說去閱讀 就是同時買中文跟日文 然後去對照者閱讀 然後當你看中文版的時候 你發現啊 這個中文如果要翻成日文的話是怎麼樣寫 我不知道怎麼樣去翻成日文的時候呢 你就打開原文小說 去看他日文是怎樣寫的 然後就把它寫下來 下次遇到類似的場景的時候 你就可以把當時寄的筆記 然後運用在作文上 那一樣可以幫助你能夠提升寫作能力 這個做家具筆記的好處就是啊 日文跟中文的語言結構其實是不一樣的 有時候我們去用中文去想的日文句子啊 不見得是日文的正確的用法 所以會造成我們寫出很多很台式的日文 那如果要避免寫出很台式的日文的方法呢 就是在看翻譯小說的時候 這邊的中文不知道要怎麼去翻成日文 或是這邊的日文要怎麼去翻成中文 有這樣的情況的時候呢 你就去互相對照閱讀然後做筆記 這樣子練習下去的話 那我想你的作文也不會再寫出那種很台式的日文作文囉 第三個是分析語言結構 你要輸出一種語言 那你一定要對那個語言的文法結構要有所了解 所以分析語言結構呢 其實是跟你產出語言有非常大的關係 那什麼叫做分析文法結構呢 所謂的分析文法結構指的是說你要去看日文這個語言裡面 它的形容詞啊名詞 或者是動詞 它是怎麼樣去修飾另外一個詞 或者是怎麼樣去跟一個文法做結合 或者是跟怎麼樣的慣用句子做結合使用的 去觀察它的結構 有助於你提升寫作能力 那舉例來說 如果你知道日文的動詞可以直接修飾名詞的話 你就不會在動詞的地方加上NO 然後去修飾名詞了 至於要怎麼分析日文結構的話 我之前有拍一支詳細分析日文結構的影片 我會把連結放在資訊欄下方 有興趣的朋友可以去點那支影片來參考 那這支影片因為有詳細的分析日文的句子結構 文章結構 也可以增加日文閱讀的能力 特別是考日檢的朋友一定要去看那一篇 非常能幫助你在解答N1那種很長篇的文章 然後用很多文章的時候 可以增加你的解題速度 如果你喜歡看文章的分析的話 我也有把我怎麼樣去拆解日文的文章 跟它的結構的內容放在我的部落格上面 那一樣我會把部落格連結放在資訊欄下 有興趣的朋友可以去參考一下囉 那最後一個是請日文母語者幫你批改文章 我當初在學日文的時候也有請學校的老師啊 或者是我的語言交換的日本朋友幫我看我所寫的文章 如果你上面沒有跟你一起語言交換的日本朋友 或者是你是自己學日文沒有老師幫你看你的作文的話 你可以上網去找那種語言交換的幫你修改文法錯誤的網站 像是我之前學生時期有用過這個Language Aid的網站 那它就是上面有很多認真學習語言的人 會在上面發表自己的文章 或者是一句話 然後問大家說這個句子是自然的嗎還是不自然的 那如果不自然的話要怎麼改才是自然的呢 那這個網站的特徵就是 因為很多很認真在上面學習的人 所以它不會有來亂的 所以就不用擔心 然後我剛看了一下這個網站呢 它好像因為註冊的名額滿了 目前是不開放新的人去註冊 但是它給了我一個新的網站叫HiNative 那我剛剛也去註冊了一下 我發現它的用法其實就是跟我之前用的那個Language Aid的網站是一樣的 就是先註冊好之後呢 那你就在這個頁面寫出你的疑問 然後或者是你的文章 然後請日文母語者幫你看說 你的文章是不是自然的 或是有哪裡是文法錯誤 那我自己覺得這個網站滿好用的 像是我之前大學的時候有接一些翻譯的案子 或者是想要自己去找跟日本那一方用信件溝通 自己接翻譯的時候 那一開始不太會寫日文的書信的時候呢 我就自己先練習寫一篇 然後放在上面請日文母語者幫我修改 然後是真的有很多日本人非常的熱心 很好心的幫我去修改我寫的作文 然後我也是第一次發現說 原來日文的商業書信是要這樣子寫的 然後更認真一點的日本人 他會告訴你說為什麼這邊的文法雖然沒有錯誤 但是日本人不會用這個用法 所以非常推薦大家使用這個網站 那一樣我會把網站的連結放在資訊欄下方 有興趣的朋友就自己去點點看註冊 然後去玩玩看囉 那今天就是 那以上就是我想要跟大家介紹的 四個可以提升日文寫作能力的技巧 希望有幫助到大家 那如果你還有其他你自己的獨門訣竅 就是可以增加日文寫作技巧的方法的話 一樣可以在下面留言分享給大家 那今天影片就到這邊 下次見囉 掰掰 再 David 先拍電視 給他一眼 聽一下 我們的弓裙回去 答案 準備 ! 我們